我是娜娜 我现在在北京的前门大街 这边就是大石烂 这边就是鲜鱼口了 这是前门大街的中间这一段 咱们从南往北走 大家看一下 中间这铁轨 两边的铁轨是叮当车走的 你们看两边都是老字号 这边是都一处 然后这边是东来顺 吃涮肉的地 那边有门丁肉饼 为什么叫门丁肉饼呢 据说它那个肉饼和天安门上边的门丁 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它叫门丁肉饼 这边就是全聚德了 全聚德烤鸭 咱看 今天天气有点半阴天 天不是特别好 但是有太阳 这个叮当车是50块钱做叮当车 从这头走到那头 从北走到南 这儿是一兆 这个前门大街上都是一些老字号 咱们看一下 今天游客不是特别多 有可能和这个北京有疫情有关系 因为现在来北京挺费劲的 必须得有核酸证明 您才能进得来 出北京也是 也挺费劲 出去再回来 就得要核酸证明 大家看 两边 这边是一条龙饭庄 也是老字号 看 这个树上啊 它挂着灯笼了 这个 看啊 鸟笼子 特别有那种 老北京人呀 喜欢玩鸟踢笼挂鸟的 味道 韵味 咱们看 那边呀 叮当车停那了 前边这个正阳门呀 这个建楼 已经前些日子呀 它在维修 现在已经全都漏出来了啊 就施工完了 那边是天符号 这儿是杜沙夫人拉线管 你们看一下 咱们现在走的啊 中间呀 这是北京的中轴线 也叫玉路 也在古时候呀 只有皇上可以走 皇上去天坛祭天 就是走这条路出去 去天坛 也是这儿呀 是北京的中轴 也是北京的中轴线 咱们看这个建楼的 这个正阳门的这个门洞啊 它是正好对着天安门的 对着故 从这儿就直接进故宫了 以前呀 就是皇帝 祭天 从故宫出来 就要走 走这边 西洋西洋西下的时候 看这个正阳门呀 也是非常漂亮的啊 如果这儿要是 如果这儿要是旅游忘记呀 人特别多 这边是星巴克 这边是大北照相馆 咱们看 好多人呀 来前门大街玩呀 都会和这个叮当车 合个影 有的呀 还坐这个叮当车 转一圈 那边就是叮当车的售票处啊 大家看啊 正阳门 特别的漂亮 啊 这也是 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啊 前段时间在修缮来着 现在终于完全亮相了 咱们看这边 这儿有呀 叔叔阿姨 在这儿拍照呢 哇塞 这设备太专业了 这照相机 每个弯八千的都给我抢拿了下来 长枪短炮的 设备真专业 照出来一定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些叔叔阿姨们呀 照相技术相当高超 咱们看 正阳楼 漂亮吧 好了 那这个视频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 咱们下个视频见 这拍出照片来 真的是太专业了 不服都不休 再看一眼 正阳桥 就结束了 好了朋友们 这个视频结束了 晚安 再次拍下来